女孩一把撕下手背上的刀刺 身上的疼痛 让她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可再次看去 手上竟然完好无损 没有一点伤口 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 女孩愣住了 有些怀疑自己是否出现了幻觉 而此时门外还在不停地催促着 来吧 我要生气 门外的女孩莉莉见到是女孩 很开心地和她打招呼 我是Lily 你好 我是Nina 是 是我们新的蝴蝶 女孩名叫Nina 是一名芭蕾演员 因为舞团要排练改变经典剧目 天鹅湖 所以要在年轻的演员里重新选角 可这次选角的难度在于 需要一人分饰黑白天鹅两角 这非常考验演员的舞技 不仅要演出白天鹅的美丽 怯弱 娇柔 还要演出黑天鹅的邪恶 性感 诱惑 试验时 Nina依靠精湛的舞技脱颖而出 成功吸引了总监托马斯的眼光 一曲完毕 她完美地展现了白天鹅的优雅 托马斯上前 轻声说道 既而是黑天鹅曲目 总监在一旁不断引导 可因为妮娜天心懦弱 她并没有展现出黑天鹅应有的特点 总监也对她大失所望 妮娜正旋转着 一个女孩的出现打断了妮娜 她叫莉莉 是来填补空缺队友的位子 可她散发出来的野性和自信 正是妮娜所缺少的 就连总监都不仅夸赞 她的样子 她移动 不精确 努力 妮娜听出了总监的话外之意 她也知道 从见到她的那一刻 莉莉就是自己争夺角色的最大威胁 面对如此境地 妮娜只能不断地去练习 在家没日没夜地对着镜子练 练到自己精疲力尽 练到受伤也不管不顾 可如此下去 妮娜的不安感却越来越强 甚至还出现了幻觉 她在回家的路上 看见了跟自己长着一模一样面容的女人 妮娜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 于是决定在公布名单的前夕 她涂上口红 装扮好自己 敲开了总监的门 她告诉总监 自己也能演好黑天鹅 可总监只是谈谈地说 妮娜只是想要完美 而造成她极力追求完美的原因 是因为她有个时刻 灌输完美思想的妈妈 总监慢慢起身 妮娜还想再说些什么 可总监直接吻了上去 被吓到的妮娜 在情急之下咬了总监一口 你吓到我了吗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 总监不怒反笑 她很惊醒妮娜的反应 因为她感受到妮娜内心深处的反抗 妮娜却因为总监这一举动向的惊慌失措 立马逃离了总监办公室 妮娜以为自己落选了 可结果出乎她的意料 她当选了新舞剧的天鹅女王 看到消息的妮娜 叉叉 朋友们纷纷向她送上祝贺 隔天 舞团因为新舞剧举行了酒会 总监带着妮娜上台露面 可妮娜在人群中 发现了前任天鹅女王的担任者贝斯 她正以鄙夷的眼神盯着她 贝斯因为年龄不适合在担任女王一角 于是被总监辞退 贝斯心怀怨恨 她找到妮娜 嘲讽她一定是因为做了什么 才让总监改变想法 妮娜听了这话 心里顿时紧张起来 她走到洗手间 发现手上有道刺 她耐不住心中的隔音 正向贝斯的话如梗在喉 于是便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将道刺用力撕下 就像用力撇掉隔音的话一样 可再一看 哪里还有道刺 手指完毫无损 女孩将背后的道刺用力拔出 仔细一看 竟然是一根黑色的羽毛 此时她开始双眼泛红 透露着血色 妈妈正是闯了进来 可女孩发了疯似地将妈妈赶出卧室 甚至都没注意到夹伤了妈妈的手 她回想着当时发生的事 害怕极了 突然右腿开始反向弯曲 紧接着 左腿也开始反向弯曲 女孩一下失重 头磕在床边倒在地上 晕死了过去 为什么女孩会出现这种事情呢 这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芭蕾舞者妮娜为了争夺天鹅女王的位置 生性胆小懦弱的她 听到前任舞者的贝斯的嘲讽 她不甘如此 觉得自己平实力可以做到 于是她勤加练习 却没想到因此出了幻觉 她看到跟她长相一样的女人从身边走过 在舞会上看见手指长道刺 她的脾气也愈加暴躁 甚至还摔掉了一直陪伴她的音乐盒 这天总监马托马斯再给妮娜伴舞 两人翩翩起舞 可总监却趁机在撩拨她 妮娜想拒绝 可被压抑了许久的内心 此刻却如此渴望 她不再拒绝 小心翼翼地回应着 妮娜一把推开总监 可对方却将她一把拉铃来入路 顺势稳地上去 这次妮娜没有拒绝 她热情地回应着 正当她陶醉其中时 总监却直接松开了她 总监禁止走掉了 圣妮娜一人独自留在教室 在引导自己 激发自己的黑天鹅前置 她落寞地瘫坐在地上 这是突然出现一个人影 是妮娜视为竞争对手的莉莉 很显然 她目睹了事件的发生 妮娜回想起刚才 忍不住抽气 莉莉上前坐在妮娜面前 轻声安慰道 莉莉的靠近 让妮娜的内心再次柔软了一些 当晚 正在泡澡的妮娜又出现了幻觉 看到另一个自己出现在自己面前 指甲也渗出了血 又发现背后被自己挠破的伤口 她气愤地开始剪指甲 没成想直接剪掉一块肉 妮娜的状况每框愈下 直接影响了排练的情况 总监气得破口大骂 妮娜委屈极了 莉莉觉得是妮娜太紧张了 于是带她去酒吧放松 还介绍朋友给妮娜认识 两人醉醺醺地回到家中 正巧被妈妈抓个正正 面对妈妈的催促 她第一次反抗 将她堵在门外 妮娜压抑已久的情绪 借助酒精终于爆发 隔天 妮娜醒来却发现只有一人 看向闹钟 才发现时间已经很晚了 她立马赶向排练场 却发现莉莉此刻 正在跳天鹅女王的舞步 她很生气 质问莉莉为什么不叫她起床 可莉莉一脸猛叉叉 明明昨晚她和男友在一起 这回答把妮娜也整猛了 这件事一出 让妮娜更加不安了 她甚至看到自己和镜子的动作不同步 背上的抓痕也越来越严重 甚至还拔出了黑色的羽毛 双腿反向弯曲 撞到头晕了过去 不一会儿 妮娜醒了 看到床前的妈妈安慰她 让她在家好好地休息 可今晚就是演出了 自己努力了那么久 怎么可能错过 妮娜不顾妈妈的阻拦 并且出言伤害 随后 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女孩从指尖长出黑色羽毛 一直延伸到胳膊 看到如此情景 女孩开心极了 然后便跟随音乐的节奏不停地旋转 仿佛跳出另一个自己 而在这过程中 女孩的羽翼也在不停地生长 音乐结束 女孩的翅膀也逐渐进化完成 变成一双巨大的翅膀 她向台下的观众羡慕 此刻 在聚光灯下 女孩就是最耀眼 她成功了 所有人给予她热烈的掌声 而看着台下的观众 她也解脱了 女孩妮娜是个芭蕾演员 她凭借自身精湛的舞技 得到了天鹅女王的位置 需要分饰黑白天鹅两脚 这非常考验演员的舞技 不仅要演出白天鹅的美丽 怯弱 娇柔 还要演出黑天鹅的邪恶 性感 又 可这个位置要承受巨大的压力 天性柔弱的妮娜在舞技 不断精进的同时 内心压抑的情感也在不断释放 妮娜在化妆间做准备 可这时她发现脚趾连起来了 费了好一番力气 忍痛将脚趾分开 她又看向另一只脚 已经全部粘起来了 可上台时间就要到了 她来不及多想 立马穿上舞鞋 准备好一切 今晚她就是天鹅女王 第一场是白天鹅 是她最擅长的一幕 她在聚光灯下翩翩起舞 白天鹅的洁白 美丽 被妮娜诠识得很到位 可难伴手下一滑 妮娜重重地摔在地上 她强忍着泪水跳完这一幕 追求完美丽 妮娜心里忍受不住 她哭着跑回了化妆间 却发现莉莉穿着 她黑天鹅的服饰 坐在她的座位上化妆 莉莉看到妮娜回来 出言嘲讽 妮娜气急败坏 冲上前将莉莉撞向镜子 本以为莉莉已经晕死过去 没想到她突然睁眼 并掐住妮娜的脖子 慌乱之中 妮娜摸到镜子的碎片 向莉莉狠狠地扎了下去 莉莉就这样领了盒饭 不知所措的妮娜被敲门声惊醒 没有多少时间了 她将莉莉拖进旁边的洗手间 再用毛巾防止血液流出 做完这一切 妮娜双眼再次泛红 她抓紧时间准备 下一场开幕 妮娜身着一袭黑衣出场 眼神也变得愈加冷酷 舞姿变得愈发干净 不带一丝懦怒 随着音乐不断旋转 直至完全展现 躯壁 此时的她已经成功蜕变 聚光灯下 她就是真正的天鹅王后 妮娜回到化妆间准备最后一幕 白天鹅之死 而此时有人敲门 来着正是刚才被自己杀死的莉莉 妮娜傻眼了 她打开洗手间 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这时 腹部传来疼痛 妮娜低头看去 发现伤口出现在自己身上 白武服已经被染红 原来刚才都是幻觉 妮娜来不及处理伤口 再次化妆忍痛赶回舞台上 她尽情地享受舞台 展示着最完美的动作 可说上的妮娜越来越虚弱 随着她走上悬崖 妮娜的生命 也来到了最后一刻 恍惚间 她看到了观众席泪流满面的妈妈 随着音乐的结束 白天鹅跳下了悬崖 大家此时都来掌声祝贺 才发现异样 妮娜腹部的伤口 已经蔓延至群身 可妮娜没有半分痛苦之情 反而还在微笑 她完成了 也解脱了 影片都这里就结束了 妮娜为了追求完美 不断地发掘自己的阴暗面 让自己更靠近黑天鹅一角 同时 也在释放被妈妈 一直控制的情淡 可最终妮娜 没有将两股力量释放平衡 从而导致精神世界崩溃 造成自己错杀自己的惨剧